前紫光的董事长 他被抓起来了 好好的紫光集团 花了国家多少的资源 是国家重点栽培的企业 结果现在变成呢 要这个资金求助于郭台铭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紫光的老板传出 最近这几天被消失了 那当然过去紫光 在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然后国家的这个 集成电路的大基金的资源之下 发展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 那最重要的关键核心人物 就是这个赵伟国 那赵伟国在过去发展 紫光集团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紫光其实它是一个 产观学三方合作的一个机构 那之后他把它独立出来 发展半导体 那么就把这个赵伟国 抓来当董事长 那这个赵伟国呢 他非常的这个嚣张 过去那就说要买下 研发科又要买下台积电 那这个曾经有跟这个 鸿海的郭董要合作 但是郭董呢 看破他的手脚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紫光在过去花很多的钱 去买公司 那么就会留下一大堆的债务 这个也是这一次 紫光集团在这个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烂尾楼事件当中 所留下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现在目前 紫光就是宣布破产之后 这个赵伟国 就必须要为他过去的 一些相关的作为买单 因为总是要有一个人负责 那么这一次鸿海 跟这个紫光的这个合作 现在缺的是晶片的研发 所以呢他这一次透过 想要利用这个紫光集团 过去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实力 跟晶片研发的一个实力 来针对他的这个汽车相关的晶片 来进行一些投资 跟相关的合作跟研发 甚至在未来也不排除说 还是一样是看上的是 中国大陆在订动车市场消费的一个实力 中国富豪目前的一个最新状况 马云他说他愿意放弃 蚂蚁集团的控制权 结果阿里巴巴市值 马上跌破两兆 这个最近这两位 马云跟马化腾解释一下 这两位在中国的影响力 非同小可 那么我们台队有一句 提及放人 给你报告 这两个提及之后 还没多放人 马云的那个马蚁金服 财经都知道 IPO已经之前 IPO之前一天不见了 因为大家发现 因为马云他控制了整个阿里巴巴 跌破两兆 那个是港币 那他还持有马蚁金服 50.52%的控股 他最近中国看来压力 要把这些股份 转移给那些高官 因为没办法 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他 觉得说这个人 稍微看 稍微看改革的 他的思想 可能会革命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 因为整个网路世代 所以你注意看 这个包括马化腾 马化腾最近九个月 他的资产 蒸发了4000亿台币 这么多 马化腾更夸张 是他的微信 这个山寨版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这个蜡爷 或什么 这个微信的恐怖在这里 我自己的台商朋友 有好几位 都不是大咖 都小咖 竟然发现那个银年卡 没有办法在台湾提款 但是他们银年卡在 可以从中国农民银行 转到建设银行 可以转到其他行库 没问题 就转账 没有办法领钱 连这个小韭菜 都要割的 光是大韭菜 最近这个微信里面 大家民间开始反对了 因为统治的构成的威胁里面 就是这个微信 所以大家就是要讲 打倒马化腾 救救中国孩子 因为中国孩子 迷恋于这个网路上的东西 迷恋为信的东西 这里面只要 不要说马化腾 内部只要有个讯息 要打倒共产党 很有可能 中国那么多人口 我就不相信 大家反对共产党的 难道都不会拿出来讲 所以他们自己内部的控制 这一些所谓的 网路上的监控 就是你做这个 所以这个刚刚讲到马云 你放弃也好 或者是马化腾 他们这种体质 还没办法 人家都抓来拐 所以马化腾最近 大概也不好过了 最近那个大陆九华山里面 就说出家人哪有兴起 出家哪有兴起 要讲永远跟党走 而且要歌功颂德习近平 我觉得中国的宗教 你们就没有宗教自由的地方 你们哪有可能 你说老百姓讲的宗教 歌功颂德说永远跟共产党走 另外在日本跟中国里面的外交 进到冰点 中国内部有排日的 所谓的浪潮 这个聚用日本货 结果河南淹水的时候 车子路上都抛锚 只有一辆日本车乖乖的开过去 头有搭的车 日本的车子这样过去 让中国小粉龙 赞叹不断 日本车就是好 不会抛锚 咱们国产的车子会抛锚 你看看影片就是这样过去年 中国河南大水灾也是同样 整平的车都抛锚 很多车子 中国制的车子 后来根本也没有人要 所以说最近中国里面发生的 这些问题点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 这个广设筛检停 就是一个造价 人民币五万台币 将近我们台币的二十万 五万人民币二十万台币 结果没想到 民众还在大牌常努的情况之下 风一吹 马上把筛检停给打到原地 翻了圈圈 这就是中国制造 里面中国人的东西 说实在来 最近这一年多两年来 这个PCR检测也好 给中国的这些高官 给中国的地方的一些特权人士 赚了都不少钱 这个就是偷工减料嘛 这东西很多作假的 之前看到 他们竟然PCR去做 对什么 对大杂蟹螃蟹水果 你做的快筛是你做的 大杂蟹都没办法 这都中地方 所以中国 我们的芒果不是也被他们快筛了吗 快筛 再出什么病毒了吗 它也是两条线是不是 所以做生意真的是 要平均分散风险 不要全部压在中国市场上 说翻脸就翻脸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